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相当于连续吸了50至60支香烟 今天我们共读钟南山留学英国的故事 读本好书 听段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在今天读书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您对他一定非常熟悉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国著名的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 如果要问您 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相信很多人都会说 他是一位有胆量的医生 没错 就是他几次大胆地讲真话 办实事 对我国成功抗击非典 和新冠肺炎疫情 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您知道吗 实际上钟南山能够做到这样 并非是无缘之水 无根之木 从年轻时候 他就是一个胆识过人 敢想敢做的医生 不幸啊 咱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 由叶医所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你好钟南山 去读一读年轻的 钟南山医生的故事 那是20世纪70年代 钟南山已经是国内 小有名气的医生了 当时他怀着满腔热忱 前往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 期望对呼吸病 做更深入的研修 学习 出发前 他就迫不及待地 联系了导师弗兰里 然而 导师的回信 却把他交了个透心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导师的信中写道 按照我们英国的法律 你们中国医生的资历 是不被承认的 所以你到医院进修 不能单独诊病 只允许以观察者的身份 看看实验室 或看看病房 原来因为西方医学界对我国不够了解 在他们的印象里 中国医术落后 所以对中国医生就抱着很大的偏见 可是到了英国学习 就是为了跟着大教授诊病研究的 这只能做观察者 钟南山哪能放弃呢 他发现了一个呼吸生物实验室的项目 项目的名称叫做 一氧化碳对人体血红蛋白解离曲线的影响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与他的呼吸疾病研究有关 他思考了一会儿 觉得这是个契机 他要把这个项目做出来 于是他白天参加查房 晚上就一头扎进资料室里进行钻研 这样不分昼夜地忙碌了整整两周的时间 终于拿出了一份对这个项目的实验设计 也许是被他的执着打动了 导师弗兰里也难得地点头 同意他进行实验了 可是就在他准备大概一场的时候 拦路虎出现了 书中说 生物化学实验室 有一台出了问题的血液气体张力平衡分析仪 已经闲置一年多了 实验室的沃克主任 对这台仪器根本不再抱任何幻想 正准备申请拨款购置新的仪器 钟南山想 两年的进修时间再匆匆而是 一分一秒也不能等 要尽快有一台这样的仪器 我来试试 钟南山说 沃克听清楚了 中国医生钟南山 是想对这台仪器进行废物回收利用 既然如此 那好吧 就送给他一个玩具吧 于是 钟南山开始着手修理这台仪器 然而如果想修好这台机器 需要用大量的人体血液做平衡与否的检测 这钟南山要到哪儿去找这么多的血液呢 我们继续来读书 钟南山从自己的血管里抽出血液来进行检测 一次20毫升 30毫升 他一边抽血 一边检测 一共做了30多次 抽出800毫升血液 这钟南山竟然从自己身上抽血 还一次性抽出800毫升 要知道人失血1000毫升就会有生命危险了 书中写道 就这样 这台血液气体脏液平衡分析仪的仪表盘 像苏醒了一般 在钟南山面前开始有序的运转 这可是节省了3000英镑啊 沃克先生惊喜不已 站在一旁的其他医生 也纷纷为这个远道而来的中国医生 而叫绝 然而 这个中国医生更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还在后头呢 本来为了做实验 钟南山呢 寻找了许多烟民朋友 来做检测的对象 就是分析在吸入不同浓烟的情况下 一氧化碳 对血红蛋白解离曲线的影响 但这样做之后 钟南山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资料十分零散 画不出一条完整的曲线 一定需要有系统的观察 才能有足够的证据 这怎么办呢 书上说 钟南山想到了一个最可靠的想法 那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 这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人体实验呢 我们来继续读书 书中说 钟南山自己一边吸入含有一氧化碳的空气 一边让同行根据吸入的情况 不时地抽血检测 当血液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达到百分之十五时 就相当于连续吸了五十至六十支香烟 要知道钟南山从不抽烟呢 一次性吸这么多的烟会有一氧化碳中毒 甚至死亡的危险 书中说 太危险了 快停止 同行们尖叫 可钟南山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 这样的浓度虽然可以让实验有很大的进展 但还不够完美 那么他要怎么做呢 书中写道 钟南山摇着头 一脸的刚毅与坚决 他继续吸入一氧化碳 血红蛋白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在上升着 百分之十六 百分之十七 百分之十八 到百分之二十二了 曲线完整显示了 此时钟南山觉得天旋地转 实验终于完成了 实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英国同行也被深深地震撼了 钟南山这个中国医生 令他们刮目相看 就连那个曾经高冷的导师弗兰里 都主动写信给钟南山 说皇家空军代表和苏格兰医学理事会主席 要来参观我们的实验室 我想请你当天为他们做有关各种因素 对血红蛋白解离曲线影响的报告 要知道 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 从未对一个外国学者 给予如此高的信任 钟南山是第一个 1980年9月 钟南山做了 一氧化碳对血红氧气运输的影响报告 大获成功 取得了学院医生和医学家们的高度认可 在他即将学成归国的时候 被爱丁堡皇家医学院极力挽留 他的导师弗兰里说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 但我坦率地说从未遇见过一位学者像中医生这样勤奋 合作得这样好 这样卓有成效 钟南山正是以自己对科学坚持不懈的追求 用无惧一切的勇气 滋滋以求的执着 换来了这一切 时事求是做事 不惧一切科研 这也许就是这位杰出的医学家成功的秘密吧 好 感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共读这半 你好钟南山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